再来关注的焦点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主权基金PIF总裁 近期是访问了北京多位的高官 有消息透露了PIF预计今年第四季或者是明年第一季 会在北京来成立办公室 以更好的来接触中国市场寻找更多投资机会 详情是如何呢 我们交给TVBS的北京特派记者林明珍 沙烏地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近近期是访问了北京 那么当中就有高管透露在香港成立办公室之后 预计在今年的第四季或是明年的第一季 会在北京也成立办公室 为的是更好的接触中国大陆的市场 找寻更多的投资机会 那么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PIF总裁访华是与多位大陆官方的高层官员来会面的 包括是与大陆副总理何立峰 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来会见 那么目前在PIF在中国大陆投资额是已经达到了220亿美元 聚焦的是包括科技汽车还有卫生保健等领域 重点投资的项目还包括了以人民币246亿完成对容胜石化10%的股权收购 还有推动收购全资子公司江苏盛宏石化集团10%的战略股权 那么大陆官媒中国基金报就报道 中东的资金近几年是陆续在中国大陆设立办公室或是办事处 去年9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第三大的主权基金穆巴达拉 坐落在北京CBD核心区域的办公室就开张了 那么阿布达比投资局已经在2021年在中国大陆设立了办事处 好 要继续请教明珍的是TikTok近期在东南亚拓展业务 部分的使用者就能够透过平台接收到餐厅的机票 还有这个饭店等等的兑换优惠券 传出目前印尼和泰国都在测试咯 再把时间交给明珍 TikTok正在海外拓展在地生活业务 那么首站是东南亚地区 目前在印尼还有泰国已经是在测试的阶段了 部分的使用者能透过平台接收到餐厅机票 还有饭店等服务的兑换优惠券 那么在泰国的一些TikTok账号当中 是可以看到号召商家加入抖音在地生活的内容 TikTok招募的页面上是也出现了许多在地生活业务的相关职缺 工作的地点是分布在新加坡还有雅加达曼谷 包括的职缺是资料分析还有经销商产品经理等职务 那么以位于雅加达办公室的业务发展主管来说明的话 该职缺的工作内容是包括了餐饮旅游等行业 那么是要寻找关键的合作伙伴 为客户提供整合行销的解决方案 陆媒就报道TikTok它很早就有在规划做海外本地生活的服务 但是当地的供应链是比较难做的 一直处于搭建的阶段 为什么比较难做 因为东南亚国家他们的交通还有物流系统发展还没有很完备 连锁企业扩大发展会受到供应链的限制 导致在地生活服务并不成熟 那么此外在地生活业务其实是涉及大量使用者真实位置的数据 相较于内容还有电商而言 与本地的实体经济捆绑是更深的 所以其中涉及的监管风险 也是TikTok在海外拓展本地生活业务的一层隐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